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当我率兵出征 打了胜仗时 就一定会和将士们 通饮几倍 唱着歌 喝着酒 一边哭一边笑 特别痛快 军营里面没有男人与女人 只有将军与士兵 你在金山谷剑里 看到了什么 你比我幸运 来到这里的时间不长 可我 已经在这个世界活了一百多年 你知道这一百多年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一个人从生到死 过完这一生 但对我而言 这是没有归属感的一百多年 活在那个现实世界里 我就是一个社畜 每天被上司打压 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 有时 就连性别都成了我的原罪 更别提什么实现自我价值 但在这里 魔族虽然牧强 可实力就是王道 我可以通过努力 成为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将军 更不会被性别所困 所以在金山谷剑里 有那么一刻我犹豫了 我不知道 到底要不要回到那个 残酷无常 又碌碌无为的世界 你呢 你在金山谷剑里看到了什么 我有个弟弟 亲弟弟 他叫小楠 他患有咸天性心脏病 身体一直都不好 我父母工作忙 所以他事事都需要我照顾 他特别黏我 简直就像我的小尾巴 那天出门的时候 他特意叮嘱我 让我早点回来陪他打游戏 只不过有时候尾巴跟得久了 也想喘口气啊 所以我就很晚才回来 可就在那天 他心脏便发作 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就那么孤零零地死了 所以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沉浸在他喜欢的动漫游戏 和虚拟偶像的二次元世界 企图用这种方式 逃避一切 或许是神的旨意 让我有了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 我在这个世界 竟然也有个弟弟 只是没想到 这个弟弟 是个腹黑病交大反派 头疼 仔细想想 这个世界 比现实世界有意思多了 什么都不用想 难道 我们要一直逃避下去吗 jin 未经 politician 合作 他们是同学军事 在彍部办法 葳明 我 相 我们在任何世界 所在迸戏 看到 在山 想 妈 他 和 来人哪 救命啊 行了 行了 别喊了 是我绑的 你绑我干嘛 难不成 你有什么特殊癖 我为什么绑你 你心里没点说 你绑我 我能有什么书啊 你 真的不记得了 我应该记得什么 小可可 你可真好看 不记得了 趁我喝醉了饱 我 擒瘦 我是怕你酒后失德 做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事 笑话 天大的笑话 你放眼整个魔戒 有几个比我还弱的 比我还手不能提 肩不能扛的 我才是那个应该害怕的 好吗 好疼 我怎么感觉我被人打了 那什么 你八成是睡落枕了 行了 快起来 灯明大会的地点定下来了 是林渊城 关于灯明大会 那就说来话长 天地之始 神母创世 六界而出 你可以不咬文嚼子 说大白话吗 行吧 说白了 灯明大会 就是为了六界中的 仙 魔妖 三界而举办的交流活动 三百年一次 为期一个月 举办时间地点皆为神旨 没有固定 这次既然由魔界主办 仙界与妖界的使团 便会亲临林渊城 届时多方交流 三界同欢 共襄太平 仙界和妖界的使团 都有谁啊 如何 启离殿殿下 此次登明大会 将在林渊城举办 仙界与妖界使团 不日将启程 使臣是谁 听闻仙界使臣 依旧是仙君陆贞 而妖界使臣 则是少君营日 因此 来一块甜甜的糕点 是不是就不苦了 小七 你的金子咱怎么样了 偷偷告诉殿下 还算可观 只不过离我预想的还差了点 那你可要抓紧时间了 那我再努努力 争取早日达成所愿 听说原姑娘又为殿下寻了几副方子 是啊 原姑娘为殿下做了这么多 王府上下谁不知道他们的感情深厚 可你说 殿下为何还不给原姑娘一个名分 殿下心缘难测 岂是你我能懂的 这个呢 是妖界带队使臣 妖界少金营日 他是妖君指定的接班人 只不过他一直以来鲜少露面 神秘感十足 这次他是第一次参加登明大会 所以对他也不太了解 那这个呢 这个 是仙界带队使臣 仙君陆真 听说他温雅俊秀 清正磊落 在仙界声誉颇高 被称为仙家典范 说起来 他与妖界也颇有渊源 仙界有本奇书叫《附妖路》 里面附着各种各样有罪的妖 仙君陆真便是这本书的管理者 所以妖界对他甚是忌惮 近千年来 都是他代表仙界出席登明大会 那我参加过这个 登什么大会吗 听说三百年前 魔君宿宴还是少君的时候参加过 那这个仙君陆什么的 岂不是见过我 到时候我往他面前一处 那准宝露馅了呀 以前的魔君可不像你这么怂 他孤僻桀傲 据说上次只露了个面就走了 搞得魔界很没有面子 所以他跟陆真仙君只有一面之缘 并无神交 你就放心吧 走 主线 尚君 都已经准备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当你寂静坎坷 几番纷纷和和 不愿回应那遥遥无期的承诺 更无力成所为大剑落魄的失作 才明白绝望与希望皆是陈生 半苍匹马在这宿舍中挣扎 来世晴空万里去路尘封与江峡 一袭破秋山山作盔甲 这个世界有多难过背叛错过 碌碌无味的喜怒快乐 有多少波澜壮阔 在堆砌的沙力中沉默 并用力一响如一抹 心儿有你陪我 收光炙热 依旧唱着属于我们的歌 若此后再无心河 变作萤火 微妙之光 照其身之作 且以妄想为宾客 歌声勾出不朽与启着 有声纸念风通过 别怕冲到风车 变沸动力 这一轮我们用故事可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